大家好,我是史考特 歡迎收看一分鐘健身教室 生酮飲食是進來最火紅的減重飲食 大街小巷、報章雜誌都在談論它 如果長期有在關注一分鐘健身教室的朋友 應該知道史考特很久以前就對生酮飲食很有興趣 也做過一系列的報導 甚至在自己身上做過八週的生酮飲食實驗 今天我們要來聊聊生酮飲食為什麼有減重的功效 還是重申一次,我並不是鼓勵或者是反對生酮飲食 只是我對生酮飲食的減重原理 有一些想法想要跟大家來分享 生酮飲食定義上就是一種嚴格限制碳水化合物的飲食 至於多嚴格呢,其實各家的講法不大一樣 這邊我就參考一篇2015年發表在營養期刊上的論文 定義為每天碳水化合物的攝取量要低於50公克 因為不吃碳水化合物的時候呢 人體會被迫燃燒脂肪 來作為主要的能量來源 而這個燃燒脂肪的過程會產生三個有機的小分子 分別為acetone, acetyl acetate 跟β-hydroxybutyrate 這些分子呢,就會在肝臟裡面被大量製造出來 經由血液傳到全身去 給心臟啊、大腦啊、肌肉來作為能量使用 在這邊順便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生酮飲食的重點不是在吃很多脂肪 而是在不吃碳水化合物 或者是增加碳水化合物的消耗 例如說啥都不吃的斷食者、間歇性斷食的人 或者是長時間運動大量消耗碳水化合物的人呢 往往會處在一個生酮的情況下 言歸正傳,為什麼生酮對於減重很有效呢? 第一,生酮飲食會導致身體流失水分 這點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因為不吃碳水化合物的時候啊 我們身體裡的肝糖會被我們消耗用完 而肝糖這個東西很清水 身體每流失一公克的肝糖 就會同時流失三到四公克的水分 因此生酮飲食往往第一個禮拜 就會有顯著的減重效果 整個人看起來小了一號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水分的流失 第二,蟲體這個東西有很強抑制食慾的效果 我記得做生酮飲食實驗那陣子 因為每一餐的熱量它都是固定好的 我刻意讓這個生酮飲食前後 它的熱量攝取是不變的 有一些網友會質疑我說 為什麼要控制熱量? 但是熟知科學方法的朋友應該知道 如果我們要做一個實驗 一次一定只能改變一個變因 不然我怎麼知道生酮飲食對我身體造成的改變 是因為熱量改變還是因為生酮本身所造成呢? 總之 生酮的那一陣子 我幾乎每一餐都是飽到受不了 要很勉強才能把一餐吃完 到了下一餐的時間 常常會覺得 時間怎麼過這麼快 怎麼又要吃飯了 因為肚子根本都還不餓啊 2015年發表在肥胖回顧期刊上的一篇統合性研究 同意史考特的經驗 確實大部分執行生酮的受試者都更容易吃飽 也更不容易肚子餓 而且呢 隨著體重慢慢下降 飢餓感並不會越來越強 這點跟一般的減重飲食有很大的不同 科學家目前還不知道為什麼生酮飲食有這麼好的飽足感 不過初步的證據認為呢 是跟酮體本身抑制食慾的效果有關 第三蛋白質攝取 雖然生酮飲食要求很高的油脂攝取 但真正把油當水喝 是不實際而且也不美味的做法 大部分人執行生酮還是會以高脂的肉類 全蛋、乳製品、堅果、橄欖油作為主要的熱量來源 動物性的油脂 例如說蛋、奶、肉 都含有不少的蛋白質啊 雖然許多生酮專家會建議限制蛋白質攝取 但實際看看現有生酮飲食的組成 會發現大部分根本就是高蛋白飲食 蛋白質是三大營養素裡面飽足感最好的 科學家發現高蛋白飲食會引發受試者最強烈的飽足感 進而降低之後的熱量攝取 我認為蛋白質也是生酮飲食減重效果的來源之一 第四,因為吃油吃膩了 在上一集節目裡面 我們提到大腦對於一直吃一樣的東西 會感到厭煩 會想要換換口味 例如吃完正餐之後 會想要來一點甜食一樣 順帶一提 為什麼高級餐廳的食物都一小盤一小盤的 讓人感覺吃不飽 我猜想他們不是為了想省成本 而是因為他們知道 就算味道再好的菜肴 吃多了都會讓人感覺膩 會讓人感覺沒那麼好吃 要滿足這些顧客他挑剔的味蕾 就一定要在吃膩之前換上下一道菜 用新的味覺來刺激大腦 這個現象又叫做Sensory Specific Satiety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點選連結 去看看之前的節目怎麼說 東坡肉很好吃對不對 吃第一塊,吃第二塊會覺得是人間美味 但是吃到第三、第四塊 可能就不會那麼讚賞了 如果有人逼著你把十塊東坡肉都吃下肚 只怕到最後會反胃想吐吧 因為生酮飲食完全限制澱粉跟甜食的攝取 基本上每一餐裡面就只有鹹味、油脂味 頂多還有一些蔬菜 食物的種類很少 也因此很快就會因為Sensory Specific Satiety發作 也就是吃膩了嘛 很多油脂吃膩了 讓我們把筷子放下不再進食 國外有一些做生酮飲食的廠商 生酮這個道理 所以他們推出了一些生酮甜點 生酮餅乾、生酮蛋糕 來讓消費者有混換口味 所以為什麼有一些國外提倡生酮的名人 依然身材臃腫呢? 我認為跟他們過度發達的生酮飲食產業有關 第五 生酮不能吃垃圾食物 有甜味、鹹味以及富含油脂 及高密度碳水化物的垃圾食物 最能刺激大腦的獎勵中輸 也就是我們的多巴胺系統 讓人一吃再吃停不下來 我從來沒有看過有一個人 可以水煮的馬鈴薯一顆接著一顆吃 但是如果我們把馬鈴薯切片油炸灑上鹽之後 就變成大家都停不下來的垃圾食物了 例如冰淇淋、巧克力、蛋糕 鹹的油炸食物都符合這樣的特質 這也是為什麼吃天然原型食物不太容易吃過量的原因 因為天然食物有的有鹹味、有的有甜味 有的富含脂肪、有的富含碳水 但很少同時符合以上三種特性的 生酮飲食基本上完全禁止澱粉跟甜味的攝取 也就阻隔了吃到這些垃圾食物 這些換人上癮食物的機會 熱量攝取自然就得到了控制 生酮飲食鼓勵大家吃乳製品、肉類、橄欖油、蔬菜等等 這些東西固然美味 但是要像冰淇淋一樣吃一口一口停不下來 是不太容易的 以上五點就是食考特認為 生酮飲食能夠幫助人們減重的重要理由 各位觀眾有什麼看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食考特回饋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節目 請別忘了幫我點讚跟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掰掰 支持明镜与 Форекс的名 Peregrсе artwork